我们使用LINE 为什么朋友被盗之后 骇客可以跟你联络 跟你借钱 其实主要是因为 你的LINE并没有关闭一个选项 导致你自己主动去加 骇客为朋友 所以骇客就可以轻易的跟你聊天 然后跟你借钱 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骇客骚扰 如果你的朋友被盗 你要如何确保自己 不会被骇客骚扰 很简单 请按LINE的右下角三个点 如果你是Android 请你按上面的三个点 我们现在是用iPhone iPhone右下角三个点 三个点之后 正上方有看到一个螺丝 这个螺丝就是设定 然后接下来往下滑看到好友 请你选好友这个地方 把加入好友关掉 那从此如果有朋友的LINE被盗 你就不会被骚扰 那再加入这个之后 会不会担心 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成为朋友 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意思就是 你是在从通讯录里面 直接去把你的手机号码 通讯录里面有这个手机号码的朋友 自动加为LINE 那如果关掉之后 他就不会自动加为LINE 但是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比如说用LINE ID 直接把对方加入 或者是用推荐的方法 或者是用扫描QR Code 所以关掉这个加入好友 会确保你的安全 不会被骇客骚扰 希望大家都平安